今日,有网友爆料,当红小生丁雨昕在某知名火锅店吃饭,被网友偶遇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 在网友分享的视频中,丁雨昕身穿黑色上衣带条纹,一个人坐在火锅店中吃饭,一边下菜一边吃一边看手机,显得十分的忙碌又孤单,看到这不少网友纷纷开启调侃模式。 有网友留言,一个人吃火锅的快乐哈哈哈哈,还有网友表示,气定神闲的干饭人,谁也别想打扰我干饭,其实这不是丁雨昕第一次单独吃饭被偶遇了,之前就常常被网友偶遇一个人去吃某炸鸡快餐,十分的接地气,十分真实的丁雨昕也被不少网友调侃娱乐圈最强干饭人,还有网友认为,她真的太实在了吧。 作为演员,丁雨昕也有很多知名度作品,前不久因为电视剧传闻中的陈千千,受到观众的关注,之后,又因为蕴色过浓,而成为当红炸子鸡,走红的丁雨昕事业上十分顺利,综艺节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上,就连湖南卫视知名的老牌综艺节目她也去了。 近日,丁雨昕为某杂志拍的大片也新鲜出炉,风格百变造型独特,让人眼前一亮。 作为演员,丁雨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关注,演技上可圈可点,也让她成为焦点。 如今的她事业上更是百花齐放,希望今后的她,能继续保持对于拍戏的热爱,用更多的好作品去回馈观众,让更多的人见识到她最真实的一面。